让我看看是哪个小朋友不愉快画 不愉快画那小飞教你画 第一步画出一个简单的小梯形 在这小梯形的下方画上两根平行线 加上一个小门 小心翼翼的画出小门上面的小木板 分别在小门的两边画上两根横线 在横线上添加上小窗户 画出小窗户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涂出小房子墙壁上淡淡的颜色 涂的时候要慢慢的涂哦 用云雾之道笔 在屋檐处轻轻的楼叉一下 第一间小雪屋就画好了 用这曲折了两根线 画出第二间雪屋的屋顶 添加上两根垂直线 画出小门涂出颜色 涂颜色时一定得清涂 用云雾制造笔涂出积雪的厚度 使用同样的方法 先画出第三间雪屋的屋顶 用云雾制造笔涂出雪压在雪屋上的厚度 画小雪屋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让人陶醉哦 那第四间雪屋也是一样的哦 先画出屋顶再画出小窗户 用这行云流水的一套画法 第四间小屋也完成了 第五间雪屋画屋顶时得注意 它们的大小关系 里面画小一些 外面画大一些 继续在雪屋当中用 横七束八的线条画出小细节 涂上最后一间雪屋的厚度 换成中碳笔 给这些雪屋加上一些背景颜色 涂背景颜色时从雪屋屋顶开始往外轻轻的涂 得多涂几遍 颜色涂好之后 神奇的一幕就此展开 使用云雾制造笔不断的揉擦揉擦揉擦 揉背景颜色时千万一定要把颜色揉均匀哦 最后的最后 那就得从小房子那画出一条小小路出来哦 先画出小小的两边 再涂上小小路中间的颜色 涂颜色时要一边一边的往外涂 这样子涂出来的小路才会自然好看又丰富 一幅雪屋风景画就画好了 关注小飞一起来画画吧 期待你的加入哦 我们下期再见